好,那我想我們就拍一聊,我們就請 這個胡聖舟教授來給你們做一份 那,大家鼓掌都來 呃,省首長,我們黃鳳、唐振偉 我們太空中心、林組蕾 那其他的就是印尼索的老師 還有我們印尼索的同學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好 你怎麼說好 我說好,你就說好 那今天很高興我們可以請到唐振偉來給我們分享他的一些話題 所以在那個唐振偉報告的前面 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我們台北市科市長的IQ是多少 知道了,請舉手 好,沒關係 你們看猜多少 蛤? 激數 OK 好,不好意思講 來 157 每個禮拜四都會跟我在科技大陸辦公室開會 他就坐在我旁邊 我們碰不到一些法條的時候 他都可以背出來 待會你們可以討一下 這個可能難一點 第二個 我記得在三 應該是兩三年前 我們在七月的時候 台風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 我們在科技部有一個NCDR 會訪在中心 你在災情的時候會有一些資訊 做得不錯 另外在災後 也會有一個台風來的時候 那個是內政部消防署的一個系統 兩個系統 成分差很多 那我沒有說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壞 那我就問說 為什麼已經弄了五六年 都整合不起來 他們說是 兩個不同的資訊服務公司去做的 那系統不一樣 所以當場 我們三個政委在那邊 因為還有五紅毛 五政委 還有五紅毛 各部會坐在那邊 那他們提出這個問題 唐政委 當場就是說 技術問題就交給他 他自己幫他改城市 所以那個問題就解決了 你們現在看那個台風來的時候 所有的影像 可以從災情到災後 integrate起來 我想我們唐政委 就幫很多忙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我想今天 因為我剛剛跟唐中文提到說 你這個職歷我很難介紹 因為剛國中而已 我通常在這邊的那個職歷是到哪一個大學的PhD whatever 但是跟大家保證 國中畢業的 他的 knowledge 比博士還多 所以待會你們可以考考看 我先幫唐這位跟你們講 你們可以問什麼問題 剛剛已經有一題出來了 為什麼 不知道哪一個問的 我想今天是非常高興的 就是說 為什麼可以找這個機會 請這個唐中文他本來講 藝用力學怎麼跟社會創新會有關係 不過我想應該待會唐中文會跟你們講 為什麼會有關係 好那我們用熱烈掌聲來歡迎唐中文 謝謝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台灣社會創新趨勢 我演講其實在網路上可能有一些朋友看過 我是沒有特定的主題 我的主題是給大家決定的 所以如果剛剛有掃到QR Code的話 可以用QR Code 如果沒有掃到QR Code的話 也可以手動打開 在slido.com 然後輸入001116 警號不用輸入 這兩次同一個地方 那這樣子一個空間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大家可以匿名發問 而且還可以幫彼此的問題按讚 因為有一些問題是你舉手的時候絕對不會問的 他比想說目前第一名的這個問題 我保證說如果要舉手發問的話 絕對不會有人問這個問題 然後 OK 那但是呢 這個如果很多人想聽 也沒有很多人 現在只有八個人想聽 如果有人想聽的話 那你就按讚 按讚的話 他就會被推到上面 那推到上面的話 我就會先和大家 OK 好 那 所以這個 有的時候在上面會自己聊起來 這個都是屬於正常的能量釋放 這都是沒有問題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 對 就是習慣就好 然後 在大家還在一面醞釀想問題的時候 先講一下 就是從現在開始算大概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們到4點20分 我會先花10分鐘左右的時間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社會創新 那在我負責行政院負責的部分 那10分鐘之後 我就會接換回來這裡 那時候 隨便怎麼是最高分 我就會開始討論那個問題 所以 大家就現在可以想一想 到底要問我什麼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大概都是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這個架構在談 所以我待會兒可能會 不自覺的就說出 第17項目標 第4項目標 第5項目標什麼 那我如果在講第幾項目標的時候 我指的就是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那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結構OK的話 那我們就開始 那我的行政院裡面是數位政委 那我負責的呢 業務大概就今年參與開放政府跟社會創新 那今天講的大概就是社會創新的部分 社會創新其實跟產業創新就好像是 就是一隻鳥羊的翅膀一樣 它是就是彼此平衡不可或缺的 我們在產業創新這一邊 當然包含五加二的這個產業創新的方案 把台灣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的想法 新的技術新的技巧 變成讓大家能夠數位轉型的一個部分 但這個呢畢竟還是在我們叫做經濟部門的地方 但是同時呢也有所謂的社會部門的地方 社會部門就是大家可能知道的社會企業啊 MGO啊或者合作社啊等等的這些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讓一群人的公共利益得到滿足 而不只是就是一個廠商或他的上下游得到滿足 那這些創新應用在這些地方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叫做Social Innovation 那大家現在來想什麼是Social Innovation 有沒有什麼技術或者特定的一個創新 如果越多人參與 那就對大家會有更高的公共利益呢 那我就先分享一下喔 投票就是大家如果有投票的話 剛去投票 投票這件事情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投票是一個相當最近才發明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種技術 在人類歷史上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都沒有投票這種制度 那就算是現在投票選出代議師 選出甚至總統的這些關卡領域 也並不是在世界上面占絕大多數 那但是呢有採用這樣子的地方 它對人民跟政府之間的互相信任 就會變得比較好 而且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就必須要去想大多數人的需求 而不是只有一個或者兩個獨裁者的需求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Social Technology 投票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那在就是三英文總統第一次就是上任 就是三年多前四年前的520 他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他說我們在以前想到民主的時候 我們想到的是兩邊價值中間的對決 那但是呢我們現在呢必須要用一個創新的方法來想民主 我們現在想到民主的時候要想的是不同價值中間的對話 就是說從對決到對話就是民主這件事情本身的一個創新 我們在行政院院本部那政務委員的工作 大概就是調和各種不同的價值 行政院有三十二個部會 這三十二個部會呢有三十二種不同的價值 因為如果這兩個部會的價值一樣就會被阻改成同一個部會 所以呢剩下來的這三十二個呢每一個價值都不一樣 對於每一個新的技術來的時候 好比像說無人載具 好比像說今天才確定的這個5G的評估 或者等等這些技術來的時候 可能左邊就是有一些經濟的價值 很多朋友想要去拼經濟 但是呢在右邊呢很多朋友會想說 那這樣拼經濟的時候社會的公平正義 他要同時的去滿足 又或者是說左邊的很多是一個創新的價值 我想去突破現有的法規命令等等 但是呢在右邊可能很多朋友認為說 因為我們的人文跟生態環境不能夠因為這些 所謂破壞性的創新而遭到破壞等等 那中間這條繩子呢就是我們的專業的文官系統 就是所謂的職業的公務員 那他們要承受大部分的壓力 然後還要不能夠斷掉 然後從外面大概都看不到他們的貢獻 那所以呢這些這個專業的文官 就是我們在民主制度裡面 目前承受最多的新的一些壓力的一些朋友 那這些本來也都運作得好好的 就是民主制度嘛跟行政的調和 那因為我們有很強的這個部長啊 或者是這個立法院的各個委員會的招委啊等等 擔任這個組織者就是繩結的這個角色 但是呢在大概十幾年前 有一個新的社會創新出現了 那這個社會創新呢叫做hashtag 就是主題標籤 那主題標籤它同樣的也是 眾人參與眾人指示眾人組織 就是越多人參與一個主題標籤 它就可以調動越多人的力量 那所以呢在國外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主題標籤 hashtag climate strike 那就可以讓一大堆學生禮拜五都不上課 然後走上街頭要求去改變能源的環境 或者像我們在這邊 我們也有很多很流行的hashtag 這個大家可能比我熟就不一一講了 但是呢一個hashtag就可以召喚可能二十五萬人 可能五十萬人 可能是包含甚至佔領立法院等等 都是hashtag做出來的 因為hashtag你不需要有一個單一的組織者 你就可以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一起做這樣子一件事情 就可以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好 或者至少有所改變 但是我們不可能每次多出一個hashtag hashtag climate strike hashtag me too 什麼的時候 我們就冒出一個新的部會 新的思數 新的work force 新的task force 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個反應是沒有那麼快的 所以我們本來的這個對決式 然後調和式的這種公共治理 我們就必須用一種新的方式去想它 與其去問說 誰代表兩種不同的勢力 以及在這個中間怎麼求取平衡 這可能是非常重要 但是對於這些新興的 我們連就是有哪些組織者都不知道 甚至他們是自己組織自己的 只要看香港就知道了 香港的hashtag anti-elab 完全是自己組織自己的 那在這種時候 我們就要問一個不同的問題 我們要問的不是說 誰是這個代表的組織者 我們要怎麼求取平衡 我們要問的是說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立場 每個hashtag是一個不同的立場 那麼中間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如果有共同價值的話 有沒有哪些創新是可以照顧到這些價值 那這是我的辦公室 它的地址是仁愛路三段99號 就是在本來的空軍總部 就是大家如果有去過建國華市的話 建國華市一邊是大安森林公園 那另外一邊就是我的辦公室 在佛華對面 那這個辦公室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是沒有牆的 我們對於那個就是佛華 就是中華公路的那個巷子那邊的牆 我們把它拆掉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像公園一樣 從街上就走進來 往仁愛路的牆 我們把它樓空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開放的一個空間 每天從早上7點開到半夜11點 而且一直都有很好吃的東西可以吃 那所以呢就是大家有事沒事 就會在這邊逛 就像公園一樣 那我每個禮拜三 從早上10點到晚上都在這邊 任何人都可以約我 不要40分鐘的話 那只要你對社會有創新的想法 你就可以直接來找我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並沒有要求什麼對價 因為大家已經付過 已經納過稅了 所以就是我薪水大家已經付了 但是我有唯一的要求 我們談話的這個紀錄 我們就需要公開在網路上面 讓大家知道說 你的這個新的想法 對社會會有怎麼樣子的一些影響 所以我就舉一個例子 然後我就切換回SIDO 像大概在兩年多前 在這樣子一個測試場域裡面 有一些外星人 不是外星人 就一些三輪車就出現在這邊 那這些三輪車是MIT Media Lab 他們叫做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有說服力的這個電動載具 那這些載具它的特色 就是當時它的這個創作的團隊 Filtin他們跑來找我 說這個鄭偉 我們才剛做的一些自家車 但是我們也算法還沒有調教得很好 我們需要很多實地的這個測試 那你這個場域很好 因為它沒有公眾道路嘛 可以在裡面很充值狀 但是呢我們需要有人來登高一呼 那雖然他常常撞到東西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鄭偉 能夠來上面來試駕駛市場 來當我們的這個白老鼠 然後我就說你開玩笑嗎 你都快要就是一隻撞到東西 還要我搭 那這時候跟我說沒有 因為雖然這個同樣裡面說 三輪車跑得快 但是其實三輪車跑得很慢 它跑得比我跑步還要慢 所以撞到什麼東西都無所謂 撞到什麼東西對它就是多一筆記錄而已 要撞到甚至也不太會撞到人 而且呢這裡面它是Open hardware 所以說裡面的每個部件都可以抽壞 它是Open source 所以裡面每一個想法 演算法都可以就是自己改一改 那甚至它所收集的資料也是Open data 就是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去做分析 我就說好吧 那所以呢他們就在這邊 就是NiGo399號辦了大概三次的 所謂mobility hackathon 就是讓這些車子在那邊很充實狀 然後讓旁邊的人過來 然後呢去分享它的這個願景 它的想法 所以呢就有一次呢 就是從建國花市走來一對這個老夫婦 然後手上提著應該是蘭花或者什麼之類 反正總之有盆子的那種植物 然後他就看到 然後就問我說 鄭偉你在這邊跟這些購物車啊 在這邊看什麼 然後我就說 這個不是購物車 這個叫自駕車 你坐到上面去 告訴他你要去哪裡 他就會把它開到那邊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不想要 因為這很慢 他們搭計程車就好了 他們為什麼要搭這種自駕車 他們說 沒有我們很希望它就是購物車 我說這怎麼講呢 他就說你看 我就他就把那個籃子放到那個 它這邊有一個basket 他就把它買的花放進去 你看它有一定的存在意 所以他說我們可不可以改一下這個演算法 他說我在進國化市買花的時候呢 我就知道 hand free shopping 就是我的購物車就自動跟著我 一步一去跟著我 我買了就放進去 買了就放進去 然後呢 而且他們在電視上有看過一個概念 叫做platooning 就是說自駕車可以組成車 對 不過那個應該是卡車 那無論如何就是說 他說那可不可以 他裝滿了 他就再召喚一輛過來 然後那個滿的就往後退一步 然後我就率領著三台自駕 這個拖車 推車 然後到最後我就買完 欸我這個手上還是不需要扛東西 我是覺得非常的方便 那最後呢 我就是叫個計程車 然後把東西扛上去 他其實真的沒有把它當自駕車來使用 那這個一個例子就是告訴我們 social innovation 的重要性 就是讓一個新的東西進入社會的時候 如果它開始就是時速100公里 時速80公里 那整個社會對它就是一個好像洪水猛獸 不會洪水啊像猛獸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因為跑得很快就可能會傷到人 但是如果一開始是那種互相巡話 co-domestication 而且呢 並不是MIT 的人告訴我們要怎麼使用 而是在地的人告訴我們怎麼使用的話 那大家就可以開始改 所以他們就跟北科當中同學就開始亂改 然後到最後就真的改成 可以像大家所想像的那樣子去使用 在改的過程裡面 一隻眼睛會變兩隻眼睛啊 然後呢他還要這個能夠看得懂人的表情啊 手勢啊等等啊等等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慢慢就收集到了 我們叫做Social Norm 就是社會的常規 我們就是透過跟市場的互動啊 Literally 跟建國華氏的互動 去把大家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自家車 到底怎麼樣子才是尊重大家 怎麼樣子才是能夠融入這個地方 做出了一個盤整 那在這樣子盤整了一兩年之後 當然像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我們就可以在實際的公共道路上面 透過我們的沙河就是創新實驗條例去進行測試 所以很快再過幾個月 我們在新一路的那個公車專用道 就會有夜間的自駕的 在沙河中測試的速度也是一開始非常慢的 也不能算幽靈公車啦 因為還是有一個就是巡守員在上面 只是他手沒有放在方向盤上面而咬 但是他還是可以拆煞車的 實際的從這個小的測試場域 慢慢到公車專用道在夜間 這樣的測試場域 然後慢慢等大家形成更多的社會公視之後 再慢慢地走入我們的生活當中 所以這個就是透過社會創新 來協助產業創新的這樣一個過程 好 因為我有答應說 我講個十分鐘就要切換回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現在到底有沒有 有什麼想要我講的事情 好 那我這個願讀服輸啊 所以這個需要大家這個說投票 那結果在場 我看大概只有200人或不到啊 只有51個人想要聽我分析啊 為什麼這個韓國瑜市長會輸掉250萬票 其實大家如果去看就是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最后檢討的話 他們其實已經列出洋洋灑灑相當多的原因了吧 那其實不一定需要我在這邊講 那但是我自己的想法裡面 我真的是覺得說 大家對於就是像我剛剛講這個 Hashtag Anti-E-Lab 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的一個趨勢 我們在整個就是行政團隊的工作裡面 我們會去看說有哪一些大家覺得 我們要立刻說明的一些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蘇貞昌院長上任之後 他帶了一個非常強的一個團隊 那他們擅長什麼呢 擅長民營工程 那什麼是民營工程呢 就是把一個很枯燥的東西 透過一兩張圖卡的包裝 讓大家一看到就覺得很幽默 然後會這個笑出來 那笑出來之後呢 這個就像這個蘇院長會自己拿著一個 很像撞球感的東西指著這個螢光幕 然後底下寫這個傑出的一首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大家會把一些現有的這些梗 做成這個梗圖 那這樣子的一個民營工程呢 對我們行政團隊來講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訓練 因為大部分的這個司處長 局處長都沒有受過民營工程的訓練 但是呢每個禮拜 在禮拜四的時候 就是會有行政院的院會嘛 那就會大概都是有局長處長等等 來做市政的報告 那從蘇院長上任以來 他我們每個禮拜四的院會 大概都是簡報技巧指導大會 那所以他就去說 你這個地方 節奏這個太慢了 你這個地方用了標開題 沒有他沒有說標開題 他是說這個字體可以更清楚一點 那而且呢 他自己本人也開始做出非常多的示範 好比像說這個我們在這個民營工程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經典製作啊 就是前幾個月的這個七天內 燃發燙發匯法一百萬的 這樣子一個澄清的一個訓示 當時呢其實在很多的新聞上面 我們都已經看到說 這個衛福部的這個新的措施 就是要燃發燙發的這個製作的這個廠商 在製造的時候附上一個警語 以及它的成分的列表 你看我這樣一講 大家都已經快睡著了 這件事情被很多下標題的這個小編 不管是善意或者惡意的 斷章取義的 變成七天內 你只要重複燃發燙發 你就會付一百萬的罰金喔 行政院要管到大家的頭髮來了 那但是呢就是因為這些主題標籤 以及這些trending 就是這些趨勢 我們這個即時的偵測到 那而且呢這個民營工程的團隊呢 有一個task 就是我們古拉斯發言人說 兩個小時之內 一定要就做出這樣子澄清的圖卡來 那當然因為這是這個院長本人的團隊啊 他們身先士足 所以不到一個小時就做出來了 那做出來的這個結構呢 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它的標題 是二十個字之內 就是七天內的燃發燙發 會罰一百萬 這是假的 然後呢接下來呢 它的payload 它的這個內文 必須要是200字以內 就是一個年輕的版本的院長說 就算我現在沒有頭髮 我也不會這樣子 懲罰有頭髮的人 然後呢 一行小字說 這是針對藥劑廠商標示的規定 不是針對美容業者 後年七月才實施 不過一周內燃發燙發 真的很傷頭髮 現在的院長跟大家說 嚴重的時候 就會跟院長一樣 好 那所以呢 大家我看大家這個 已經有一些人露出微笑 只要你有露出微笑 那你就很 你就這個 中了這個民營工程 就是說 你以後再想到人髮燙發的時候 你就是覺得很好笑 你看了一個很好笑的梗 那而且呢 這個會想要分享出去等等 那這個分享是非常驚人的 就是在那一天到晚上的時候 如果你在搜尋情商 你在社區媒體上 找人髮燙發或者罰錢或什麼 都是這張梗圖 本來的那個謠言已經消失了 它就已經有點被蓋台 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大家看的時候 覺得很有意思 那而且覺得很歡樂 真的真的歡樂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歡樂無法擋 就是說歡樂的感覺 是很難去阻擋的 所以大家就是難以阻擋的 會去把這些東西去 我沒有在幫特定政黨做廣告 首部的黨 歡樂是無法擋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會自動自發的 去幫我們蘇彥彤的小編 去分享像這樣子的資訊 那在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反應的速度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科學證據 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分享的不夠好笑 那其實你只是加深它本來的既定 負面的那個印象而已 他就是不相信你 那即使好笑 如果是在他看過之後 他已經睡覺再起來 那也沒有用 因為他已經寫進長期記憶去了 所以就是說 你要在他看到這個謠言的同一天 最好在看到謠言之前 但是在他之後 一兩個小時也可以 在這個過程裡面 去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梗 然後呢 讓他轉向幽默的這一面 而且這個幽默是高級幽默 因為他是開自己玩笑 他不是開別人玩笑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大家就會變成好像有一個 預防接種的這個狀況 你以後再聽到這個謠言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相信他的 所以你如果要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說 其實在整個選舉的過程中 行政團隊透過這樣子 即時澄清的一些方式 也沒有特別去分什麼黨派 那像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就是我們在民間的一個朋友 那就是他們有一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也會把雙方陣營的各種謠言 都即時的澄清 所以他有一天澄清的時候 底下就罵他是藍營的 那他有一天澄清的時候 底下就罵他是綠營的 所以表示他還蠻中立的 就是透過事實查核中心 以及我們這個就是民工程團隊的努力 那我覺得所有這一次選舉裡面 討論到事實的部分 都很有效的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就事論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這就無關是這個候選人 他的輸或者他的贏 而是說是提出真的就事論事 能夠解決問題的方式 而且用這樣子的方式 做論事的候選人 才會回到我們民主政治的這個正規來 那其他的 大概我也不方便在這邊多說 希望是有稍微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有三十八位朋友們想要問 Eric對問的這個問題 這問題有點差 由於近期東亞有大事件發生 那我們知道 在2018年左右之前 有阻礙和今晚實力 有往後就有所謂上以後 是資訊戰下以後 這是超限戰的影響 我方的內部 而我個人不認為 這個星期的事件之後 所謂今晚實力的干涉力道會減弱 反而可能不加強 那我們想請問唐委員 關於我方政府這幾塊的應對 或者是上以後 我們民間下以後 可以怎麼樣反之中超限戰 全方位的影響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所謂的新防即是國防 大家要怎麼樣加強新防的這件事情 我想正式分析的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政府的應對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處理 所謂的民主的防護 要怎麼樣去做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民間 其實就是所有人 全民 大家要怎麼樣去反制 我想先回答後面的部分 因為今天畢竟講的是社會創新 而不是公務革新 那公務革新我就點到為止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有這樣子一個網站 它是由Leader的一個朋友 所謂不所發起的 那大家在辯論的時候 可能有看過這個網站 叫總統候選人辯論及時事實查核 就是大家每講一句話 每講一個statement 他們就在這邊 即時地去結合各種不同的查核媒體 去把大家每一個字 到底哪裡講對了哪裡講錯了 非常及時地反映給大家 在這個後面呢 是一大群的志願者 在這裡 就是大家的所有志願者的名字 大概有一千人左右吧 好 那這個 大家很多人的名字都非常的有創意啊 話比想說 這個台語小精靈打客語 也沒有問題唷 唯一支持是網膜女神獸幼子 然後我要吃花生醬口味的漢堡包 期末報告快遲交還在打竹子稿的人 可能是一位學生 好 總之呢就是這些網友們 那他們所做的事情呢 其實就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也是非常methodological的 就是非常有方法的 去把大家的發言影片 或者是直播轉成竹子稿 有些朋友去驗證竹子稿是否正確 接下來有些朋友 根據他的竹子稿內容 標籤他的屬性 然後呢再交給所有查核的這些媒體 那這些媒體呢 他們之間也會交叉減合 來確保說他們是公正的 或者至少是兩邊有並程的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每一個參與的朋友們 都參與了newsroom production 就是都參加了新聞的製作 也就是說 每一個參加的網友 都開始了解到 這不只是所謂的媒體試度 媒體試度是說 你去看或者聽一個媒體的時候 你要帶著怎麼樣的心情 不是 這個是媒體素養 就是說你自己成為一個媒體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子去做事實查核 你要怎麼樣子去做來源的比對 你要怎麼樣子去查證訊息等等 好比像說 蔡英文總統 當時總統候選人 說這個 這已經是大橋會長任內第十次來訪台灣等等 那其實呢 她講錯了 這個大橋會長是第十九次 造訪台灣 她少算了五次 這個蔡英文總統 在這裡面的三個被查核是錯誤的 都是這種太過謙卑的這種錯誤 就是她講政績啊 或者講什麼東西的時候 打了一點點折扣 那所以呢 大家就比較知道說 她是傾向於很舊式論式的去回答 那但是在講的時候呢 可能稍微有的時候呢 會這個講的比較保守 那當然這個 另外一位總統候選人 就 就是比較特殊 那她會講許多這個難以查證 因為比較像個人的情緒的抒發 那但是在講可以查證的事情的時候 也往往就是被查證到 就是你並不是過於謙卑 而是過於渲染 就是另外一個方向的這樣子一個錯誤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有參與的朋友 你只要查核過這三位總統候選人的兩三個這個事情 其實你心裡就已經有這樣子一種心防 就是你不會再守那種高度渲染的 想要把大家的情緒 從一種很憤怒的情緒 變成同仇敵開的情緒 然後大家就會所謂出征 那出征到最後就發現說 你本來出征那個 一開始就是一個假訊息 等等的這樣子一個 然後就會很幻滅 然後等等的這樣子一個心裡的歷程 你就不會再經過 因為你在一開始就會去問說 那這個真的是這樣子嗎 事實查核中心 是不是已經有過一些事實查核報告 說不是這樣子 那事實查核中心也可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去告訴大家說 到底要怎麼樣子去看 所以像這邊有這個最近最流行的全部都是跟選舉相關的 這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就是好比像說這個CIA提供了兩種特殊的隱形墨水 那所以不管你蓋誰都是那個印章都會跑到另外一個人身上 這個目前最流行的這個謠言之一 但是他並不只是說他是錯的而已 他事實上是很詳細的去查證 他告訴你 這都是超廉潔 公職員員選舉選舉票印制分放 包括作業要點 他是怎麼樣做的 事實上不是中選會 真的是不是有可能做出這樣子 那所以大家也都學到一點材料科學跟化學 然後什麼這個火烤就會顯示 那其實是澱粉的關係 但是選票其實沒有辦法這樣做 所以大家可能覺得這個很鬧 然後他的澄清都是 就是基本上是國中或者高中自然科學的這種東西 但是這個是有必要的 因為大部分的朋友 如果一開始是陷入一個情緒性的 就說我就是覺得有隱形墨水什麼的話 他看到這些就會發現說 我國小的時候常常學過這個 我國中好像學過這個 這個好像是最基本的科學原理 那當他一進入這個 就是他從所謂的快思 進入慢想的這樣子一個情況的時候 其實他腦裡面就不再會受這種 一時的情緒所激發 所以慢慢的去培養 所有人這樣子的一種能力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大家可能會問說 那每一個年齡層 從就是六七歲 然後六七十歲 是不是去用不同的教材教法 總不可能台灣視察的中心 做出這樣子一套 結果全年齡相全部都會同用吧 確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 叫做mlearn的這樣子一個網站 那mlearn就是所謂的媒體素養的 一個教育資源網 那這個資源網就是去統合了 包含像宏道老人基金會 因為就是很多的長輩 他也不想要成為他家族 亂群組裡面那個總是被糾正的人 他也想要去糾正他的小孩 這樣子他社會地位就提高了 所以他就是有這樣子的動機去用 他比較在地的這些方式去學 怎麼樣子去做事實查核 去做資訊的素養 那在這邊就是包含社區大學的體系 包含就是新聞系的體系 包含我們國教的體系 高教的體系 USR的體系 青年署的體系 所有跟媒體試讀有關的 以及所有跟媒體素養的賠力有關的 都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那大家如果有情況的話 有想要從這邊加以學習的話 這個其實就是最好的心放 那大家都有這樣子的基本的素養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就會形成自己的獨立的判斷 跟批判性的跟創造性的思考 那也就是說我們就會開始有 在迷因工程上面的 有點像基因上我們叫biodiversity 所以我們就會有每一個人的自己的 這個ideal diversity 隨便亂講一個詞 那在這個情況下 每一個人既然都有自己的獨立批判思考 你就有點像是說 你有生物多樣性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個病毒來 或者有一個病蟲害來 或怎麼樣 就死一片 而是我們每一個地方 都有每個人 從不同的文化的角度出發 那這樣子的話 任何被這個特定的不實訊息 或者被這種所謂超限戰影響的人 他就很難去影響一大票人 那所以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而是每一個人要自己去找到 自己的這個學習的歷程的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最好的去抗衡 這樣子全方位影響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政府在這一方的應對呢 其實第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告訴大家 有這件事情的存在 就是所謂的attribution 那在之前呢 其實大家都會問問題說 那這些事情 它到底是怎麼樣子去散播的 到底是怎麼樣子去做的 那政府來講呢 其實我也很坦白說 其實大家也不一定 那麽相信啦 那但是 因為現在就是有 非常多的民間的朋友們 加在一起去變成了一個 就是自查核中心的一個 ecosystem 的一個網絡 所以呢 大家就會在 好比像說 line 上面 他們有一個 line 的 dashboard 叫做 line 訊息查證 那這邊呢 就是所有在 line 上面 曾經長按訊息 舉報過 這樣子的一種訊息操作的人 那 line 是點對點加密 其實政府是看不到的 那你說他自己都看不到 他是看不到貼圖啦 那因為他賣貼圖嘛 那除了貼圖之外 其他都看不到 但是就像你收到一封垃圾邮件一樣 你也可以檢舉它 是詐騙垃圾邮件 只有這麼多人檢舉 那檢舉之後 他就 unique 去算說 到底哪些訊息是 很多人檢舉到 unique 有三萬三千個訊息 那在這裡面 有 越多人這個 說這個要 要澄清的 就越多人舉報的 就會越先被 事實查證中心 跟他們合作的 這四個單位看到 然後去澄清 澄清之後呢 Line就會自動回來 去告訴大家說 這件事情被澄清了 所以呢 很多事情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當時就有非常多朋友去 舉報 說在 line 上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 不實的訊息 就是11月15號 做了一個事實查證 說什麼 香港暴徒的酬勞 還有曝光 而且還附上這個照片 這個歷歷有詞 說這個什麼 殺警最高給 什麼兩千萬元 然後還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 死事招募令 而且還用這個 這個廣東話的字來寫 人人都是魔法師 跟煉金師 那不過這個製作的人 還是就是 沒有完全融入這個文化 不但有些字用錯 而且他的 telegram 竟然用漢語拼音 到底有哪個香港的抗議 的人會用漢語拼音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 市查證中心就一步一步的 往上追 然後就把它追到什麼呢 就追到中央政法委長安件 那中央政法委長安件 我們就知道 是一個微博的一個帳號 那他後面在打這個字的這個人 就是SPRC的中央政法委 就是他們主要在政治 跟法律上面進行 像這樣子一種訊息 或者超限戰的 這樣子一個主人王 就是他們啦 那他們在那邊就會 就是分享 這樣子一個工作 然後呢就附上 很多所謂的照片 那他就一個一個去比對 好比像是長安君說 這是一個小暴徒 參加過暴亂活動之後 獲得了三萬的酬勞 他換了新款的iPhone手機 劉希基還有名牌的運動學 因此他打算叫親弟弟一起做 那他們就運用以圖照圖的方式去找到 這根本就是路透社的一個照片 而且路透社照片底下 根本就沒有關於這個訊息 所以呢 他們這個不但是進行這個訊息戰 而且呢 可能還對於著作權 不是那麼的尊重 那總之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就可以感覺到說 這個訊息到底是如何留的 如何是從一個本來是簡體字的微博 變成了繁體 加上了這些所謂的假的廣東話 然後但是漢語拼音忘記翻譯了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中他怎麼樣子被二創 被三創 然後透過怎麼樣的訊息的管道 那這樣子的一個流向 當他被公開揭露的時候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在中間的每一層 大家都不要輕信說 這個來源來自網路我就馬上把它轉發 然後變成所謂的新聞啊 或者所謂自己的這個直播裡面的節目啊等等 那所以我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是支持新聞工作者做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呢我們當然不是去控制新聞工作者 所以我們一直都是說事實查核是社會部門的工作 我們的做法就是即時提供事實查核者需要的資訊 當然常常是用一種很好笑的民營工程的方式來提供啊 這個就是大概我們的做法 那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細節 如果對這個感興趣的話 其實在剛剛那個媒體素養的資源網上面 也有很多相應的一些訊息 有三十四位朋友們問了一個說 註教的心得啊都斷給分 而且呢他做了一個這個性評的這個這個指控 說這個為什麼女生的分數都比較高 裡面是不是有系統性的性別歧視 這個想要這個就是減損這個有這個男性的天花板 什麼之類的啊玻璃天花板之類的啊 那不過呢這個因為 就像剛剛吳老師說的我是國中畢業 事實上在內申部的紀錄我是國中異業 那所以我對所謂的註教啊 是什麼意思啊完全一無所知 所以這個問題我是沒有辦法回答的 不過呢常常在大學演講就會這樣 像我去那個中山演講的時候 他們推到第一名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車管會都拖掉我們的摩托車 那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為什麼他們要拖掉學生的摩托車 所以就是說這個反正有的時候來就是說 當這個院長啊或者校長啊在的時候 有些問題就不是問我的 那這件事情呢其實就是也是非常有意思 因為是匿名的嘛 所以大家就會有這樣子類似陳情 或者是還沒有到陳康的地步啦 陳情的這樣這種活動 那這個我就只能這個說這個恰西恰西 不然我要說什麼 好 那但是謝謝三十四位同學反映這個重要的問題啊 那我不知道你們的 這個中間有沒有什麼回應的機制 但是我自己就只能這個恰西 那三三位朋友們問說 從硬力所出來啊 在哪一個方面最有優勢啊 那這個同樣也是一個關於高端教育的問題 然後我是其實不Qualify來回答的 但是呢我想要講一個比較基本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現在在高高教 大家可能知道說有所謂的國教神根 那有所謂的大學社會責任 那這些呢其實跟大家在研究所的這些專業訓練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距離有點遠 或者事實上就是非常遠 那但是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我們現在再重新去想說 我們如果大學現在要對旁邊的社會 產生一些正面的作用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 大家就是像剛才我舉的這個例子 一樣可以去想說 你旁邊的這個社會有一些新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怎麼這樣子透過你的專業的技術 去告訴大家說還有新的可能性 那只要能夠說這個還有新的可能性的話 其實你就等於是你的地方的發展的智庫 的這樣子一種能力 那這件事情呢其實我們在非常非常多的這個例子 裡面都有看到就是叫做effective partnership 就是說本來大家用一個圖方法 用一個笨方法來解決問題 但是呢這個問題呢也沒有很大 所以大家就繼續用這樣子的方法 所謂的工人智慧 那但是呢在這個過程裡面到某一個點上面 就是工人智慧突然之間發現很困難 因為年輕的朋友們呢就不是很願意來繼續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它又出現了技術的這個斷層 那這個時候呢就需要一些介入 我們在每一年都在社會創新行動方案裡面 都會辦這樣子一個活動叫做總統杯黑客松 那這個呢就是不過我要舉個例子 是政大的統計所不是印利所 但是大家就粗類旁通一下 因為我真的總統杯黑客松我一下子沒有記起來有印利所的朋友 總之呢在總統杯黑客松他是這樣一個比賽 大家聽到黑客松都會覺得這是兩三天的一個工作嘛 所謂馬拉松就是就是中間不休息嘛 那所謂黑客的意思就是你對一個系統非常非常的熟悉 你知道它的漏洞 然後你就做一個沒有這個漏洞的系統去修復這個系統的漏洞 這叫白帽駭客吧 黑帽我們就不講了 總之白帽駭客呢去用這個馬拉松的精神去看見了系統的疏漏 並且去加強它 這個是總統杯黑客松的一個目的 而每一個題目都要做三個月 所以這是三個月長的一個黑客松 在一開始就會有上百個不同的隊伍提出它的需求 好比像說 這位朋友 他是台灣自來水公司的一個簡陋員 那他當時應該是在基隆小區去提出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他的工作呢 就是去聽這些水管看有沒有漏水 那他帶的這個就是好像聽證器這樣子的一個裝置 那在當時按照他的這個說法 平均從一個地方漏水到被這些巡迴的簡陋員聽到 要花兩個月的時間在基隆這個小區 所以中間已經漏掉不知道多少水了 那我們知道要解決漏水的問題 所謂的補缺裡面的水的這個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 不然的話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幾千億台商回流啊等等 馬上就碰到水資源不足的問題 所以當時這個台水被下的非常嚴格的這個命令 一定要每年減少多少趴的這個漏水量 那但是呢這個笨方法就是 你就去招聘20倍的簡陋員嘛對不對 那但是事實上就不太可能 而且年輕人說真的不是很想要做這種很容易的工作 因為你大部分時間都在聽沒有漏水的水管 你就在有漏水的時候會發揮創造力去把這個問題去解決 那所以呢當時台中東北黑克松提出這個問題之後呢 我們就幫忙去做媒合 那媒合到的就是政大的 應該是統計所的朋友 那他們的工作呢就是說 他們當然不會去幫忙聽漏水 但是呢他們可以訓練出一個機器學徒 就是一個Line Bot 那讓師傅每天醒來的時候 這個機器學徒告訴師傅說 最近這三個點很可能會漏水 機率分別是70%、68%、65% 所以他今天即使只能跑三個地方 他幾乎一定有一個地方是漏水的 所以他那一天就是在做有創造性的工作 就是把漏水的問題解決 那他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透過這個小區的SCADA 就是他們的這個水流量跟水壓的自動監測裝置 透過這個應該是LSTM的這個方式 去預測就是他接下來的水用量 所以當他水用量實際上高過這個的時候 他們還把什麼氣溫啊 什麼當地的這個甚至什麼石架登陸啊 反正他們想到的都丟進去了 那所以他就找出一些feature 那找出來之後呢 真的就還蠻準的 大概其實他沒有問題 所以他們就解決了基隆小區的問題 所以這位師傅呢就很高興 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解決漏水上 年輕人也因此比較願意加入台水 因為你做的事情就不是停漏水 而是去訓練機器學徒喔 那這個其實不只有台灣想要 全世界都想要解決類似的問題 這個就是第六項目標裡面的六點四的這個細項 就是要做一個water use efficiency的increment 跟insure fresh water supply 那在這裡面呢 因為他們真的做得很好 每年總統會頒五個獎杯 那他們就是五個獲獎團隊之一 他是前年的一個卓越團隊 這個獎杯看起來就有點像這個 用續發目標的六的形狀 但是底下呢有一個小的投影機 這個投影機呢一打開 就會投影出什麼呢 就會投影出蔡英文總統 他就會投影出總統頒這個獎杯給這個團隊 並且承諾這個團隊 他們花三個月在一個小區做出來的事情 我們會用盡一切方法 讓他在十二個月之內變成國家政策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總統賣黑客松的獎品 他是完全沒有獎金的一個黑客松 他的所謂的獎品就是你的這個想法 國家幫你一樣 那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會看到非常多公務的同仁 他們就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式 去組成所謂的data collaboratives 就是所謂的資料協作關係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些是台水自己蒐集的 有一些是當地的地方政府蒐集的 有一些是民間蒐集的 有一些是公司蒐集的 那一次的data collaboratives 好像有資测會有HTC 甚至有我們行政院院本部等等 一起去加入 加入之後 每一塊篇圖都讓這個預測率 準確率多了一些 而解決漏水的問題 當然是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的 所以眾人知識 眾人助濟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形狀 那這件事情 大家能夠做的就是 increase availability of reliable data 那不管是透過像分散式帳本的技術 或者是透過就是物聯網自動校正的技術 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大家的這個想法裡面 一定都可以在某一個地方 去把這個部分去加強 所以大家的這個訓練 就是應用力學的訓練 當然在好比上 像共共物聯網裡面這個 這個就是土地的部分 就是震災的部分 或者是說在結構工程的部分 當然是直接的應用 但是即使是去敲出了這些地方 大家學到的這個研究方法 也可以用在所有的 像這樣子的一些題目上面 所以很鼓勵大家 就是加入這個總統被黑客送 我們應該是下個禮拜 就會去announce 就是今年的總統被黑客送的一個 就是線上季節會 就是一個announcement 那在這裡面呢 大家也不一定要等 這個公務人員或者國營事業 提出概念 我們總統被黑客送的 大概有一半的提案 都是完全用民間的社團來提案的 好比像說 有一個叫做Airbox 空氣盒子的一個社團 他們就是在很多的中小學的老師 環境教育的老師 他說好像小時候 大家可能要養殘寶寶 那他們養的就是一個空氣盒子 他們會一直去養PM2.5 然後去把它上傳到這個物聯網的這個 他們其實是走WiFi 透過WiFi 隨便 都算五連網 他們是走WiFi 然後去上傳到中研院的那個LAST系統 那中研院的陳寗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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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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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一个完全开放的公民社会的这样子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大家抓起来 我们就打不过我们就必须加入 所以我们就坐下来去跟他们谈判 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情人技术建设里面 民生公共物联网里面的空气品质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一谈判 我们就听到这个民间的朋友说 好啊 我们可以让政府在国防中心 把我们的资料都放一份 因为我们自己用分散事上本已经确保 国防中心不能传给大家的资料了 我们也愿意去把我们社群力量调动 帮政府去做视觉化给政策说明 但是呢 你要我们的公信力 那我们也要一些东西啊 所以呢 他们就指着这个地图上很多空白的地方说 这边是工业区 是私人土地 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去量那边的污染 他们说没有污染 我们也不是很相信等等 所以呢 后来经过大家协调 我们就发现 其实路灯算是公家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挂在这个路灯上 然后用他们的这种微型感测器的设计 然后呢 再经由这个工研院的朋友们 去把它调教到比较精准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呢 我们就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叫做 Education vs State Normal Development 因为主要的这些资料参出着 其实是在中小学 我们就看到全世界的非常多中小学的老师 不管他是叫资讯的 叫环境的 甚至是叫地理人文的 都直接在GitHub上面 把这样子的原始码下载下来 他们在地去找一个Raspberry Pi 去找一个Arduino 去找一些这种开放硬体 它就加入了由台湾所发起 但是不是由台湾所控制的 这样子一个Airbox Network 所以他们在总统 Mahikesson就提了类似这样子的计划 但是是对水环境去做这样子的观测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这个叫做水盒子的计划 所以这整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 在台湾当我们说Open Data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Open Government Data 这里面有非常多Open Citizen Data 是参与式的这种资料治理 那这件事情同样的也是在研究所的训练 大家非常非常已经知道说 我要怎么样是有所谓Rigger 就是Academic Rigger 就是我的资料的来源 我要怎么样确定 它的内在的一致性 它的前后是不是有造假等等 所以你不管是在 刚刚那个Data Collaborative的哪一个部分 你都可以去有效地去增进 这个Data Collaborative 它的正当性跟它的有效性 有三小二位朋友问了一个 好像是立法院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行政院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我试试看好了 这个Ray问说 为什么这个旷业法一直过不了 但是反渗透法可以马上通过 这个很简单 就是因为在党团协商的时候 党团协商都有直播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是可以直接去看直播的 在党团协商的时候 当时的在党 那再党们 对于这个反渗透法呢 其实呢立场都跟执政党差不太多 而且呢 在这个以中国民党为例子 那他们对于反渗透法 其实他们唯一的要求 就是把这个所谓 对主权有威胁的那个主权实体 把中华民国四个字写上去 只要把中华民国四个字写上去 他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 那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党团协商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时候 在立法院 他就不用进入一个 这个每一个委员 开始提自己不同的版本 那所以呢 一个争议大的法案 你可以多到十个版本 二十个版本 三十个版本 我们都有听过 那矿业法正是这样子的一部法案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 你要把这些版本之间互相总整 它就需要非常多的作业时间 而我们行政院有时候会有一个行政院的版本 那当然我们每多一个版本就多一点时间嘛 所以行政院版有时候也会 这个让这个作业时间这个拖长 不过行政院版如果是我们是第一个体验 反而我们有缩短时间的好处 因为大家所有的委员呢 他们的助理都会按照行政院版 然后来做一点加减乘处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也可以省到一些时间 但是反正后法 因为没有行政院版 然后呢只有各党团板 各党团板 那大家就需要花越多的时间 去所谓的merge conflict嘛 去把这个有相互冲突的部分 去加以合并 有三位朋友们有一个问题说 有人说网络应用上一号 演算法的关系 反而加厚了同文层 请问我怎么样看待网络的新媒体 这个演算法 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它就是你给定各种不同的输入 它透过一致的方法给你一个输出 那所以呢大部分人对演算法有意见 它都是对某一个特定的演算法有意见 而不是对抽象的这个概念有意见 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对Facebook 决定newsfeed的那一个演算法有意见 那那个演算法呢 它其实是一个寄生式的演算法 所谓寄生在生物学上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从你这边获得很多价值 但你从它那边大概不会获得什么价值 的这样子一种演算法 它获得的价值就是 你的时间会一直停留在Facebook上面 那不管是看广告或者是去透过各种各样的互动 让它对于它的媒体的消息来源有更高的协商权 等等都是在剥夺掉 不管是媒体的或者是个人的集体协商权 它透过演算法的方式去自动化的 以前是编辑台做的这样子一件事情 所以这是Facebook所谓newsfeed的这个演算法 那我自己呢 其实呢 是不受这个东西影响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装一个这个外挂 那这个外挂呢 我在我所有的软件都装 Firefox啊这个Chrome啊什么都装 这个外挂叫做newsfeed eradicator 就是直翻的话呢 就是墙面的消除器 毁灭器好了 毁灭器 墙面毁灭器 你一旦装的时候 你的墙面就长这样 就是它会把整个墙面弄不见 然后呢 换成一句非常励志的格言 比方说这个是说这个 真正的自由 必须要有纪律的心灵才能够达到 这个超励志的 这个就是阿德勒的名言 那如果你不是很喜欢阿德勒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改吧 那总之呢 它的做法就是说 它让这个演算法的输出层 没有办法进入你的这个视野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就是它的这个上瘾的回路 就是多半样的回路 就会破坏掉了 因为从Facebook的角度来看 其实它给你各种各样的功能 大部分都是你主动的 你想要看一个直播 你要点去进去看 你想要看跟一个朋友传讯息 你要Messenger按到那个朋友的头下 你要去参加一个活动 你要自己按我会参加 只有一个地方是被动的 就是这个墙面 就是你一直画 但是你不知道下次 有个画到什么东西 有点像转扭蛋这样子 所以它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让你每一次都获得一些新奇的感觉 就是多半样回路的刺激 那透过这个来让你在暗赞的过程里面 告诉他说那你对什么东西会更有兴趣 什么东西会让你在这边待更久一点等等 然后这个为你两身拿到演算法 它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监控你 就是让你在上面这个待久一点 然后呢让他的广告商 能够更精准的投放他的广告 那这个监控只是他的手段而已 不是他的目的 我们还是要对演书公平一点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当你把墙面拿掉之后 Facebook就完全没有办法跟你有一个寄生的关系 所以我用Facebook的方法就好像是我在用搜寻引擎 我在用任何其他的网站一样 就是我主动想要看什么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每一次都有intention 所以它就不会是有一个上瘾的成瘾的 这样子的一个回路 自然也就不会变成所谓的同温层 因为所谓的同温层就是 大家在Facebook那个归类里面 因为像Netflix说这个 你看了这几部影片之后 你还会看什么影片 它把大家都分成非常多的小群嘛 那所以在这些小群里面 自然就会被演算法规径同温 怎样对演算法来讲 它只要产生出像这样的内容 它就可以一次把这个小群里面的所有人 都粘在Facebook上面 所以这件事情我是觉得 网络系媒体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模式 都已经开始不再依赖 这样子的所谓的演算法 很多是好比上说 大家可能有参加 就是所谓订阅式的媒体 或者是所谓的群众的集资 或者甚至是这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订阅式群众集资 或者是甚至股权式订阅式群众集资 也是有这种东西 俗称STO等等的这些东西 大家都可以去实际上去参与 这个内容产生的过程 那当你参与之后 其实你自己就变producer 你变producer的话 你就不会很懒地觉得说 需要演算法帮我决定同温层 所以这你要被演算法影响到多少 完全就是看你自己 愿意被影响到多少 大概是这样 有三四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怎么看现在的能源政策 以和养率难道不好吗 那这个是一个公投题目 然后我们也知道 众选会已经认为 这个公投是合法的 所以我们即将要在明年来处理 所谓的核四解放的 公投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里面 首先disclaimer 我并不是能源的专家 但是我会觉得说 我们在能源的路径的沟通 跟协调上面 我们常常是用一个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两极化 或者过分放大的方式 来想这件事情 就好像说有很多 我之前有一个这个 环团的朋友 我就不讲名字了 他就言之早早地说 可能如果发生灾难的话 会出现这个像蘑菇一样的云 会出现迅撞云 那这个其实是 就是很需要事实查核的一件事情 那反过来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们 好像说就是核能源的终结者 其实我是在他们社团里面的 而且也很了解说 那他们对于某些就是科学的 还是在paper的这个层级 而不是同论的这个层级的东西 他们就会直接去应用这个来说 有最新的研究显示 这个这个东西是有这样的性质 或这个东西是安全的 但事实上是还有很多面的这个说法 那当然因为科普嘛 当然很难说你每一面都呈现出来 但是呢核中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很容易呈现其中的某一面 并不是说科学上是错的 当然是对的 那只是说他比较不会去把其他面呈现出来 所以当就是各种不同方向的倡议者 都很擅长放大某一个部分 也没有说他是错的 那但是呢去调动大家的想象的时候 这就会进入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就事论事的来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同样越多的参与你就越了解这件事情 如果自己在家里屋顶上面有装太阳能板 或者像我去那个达罗马克部落 他们整个部落完全都是用再生能源来发电 他们就是有一些族人 其实本来就是台阶的工程师 那他们回去去做太阳能 去做小水利去做风利等等 他们就看到网路上的这些谣言 不管是说什么太阳能板有什么元素 还是什么东西会怎么样等等 他们自己用亲手的经验就知道说 他在描述的是什么 以及他实际正在安装的是什么等等 他就可以用他族人的方式 用他族人的语言 好像太阳能板跟太阳神在那边是同一个字 他可以翻译成他族人的语言 用他族人的方式去沟通给大家说 大家如果有疑虑的话 他可以翻译成我们科学社群的语言 然后去实际进行量测进行沟通等等 所以有这样子在文化上面翻译的中介者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每一种能源形态 这样子的翻译的中介者 我们都应该要 不管是自己成为像智琪琪琪 就是化作无法党的其中一个创党人 他的特色就是什么事情 他都可以在七分钟之内 去把三方面的说法 想尽办法每一个方面简化成一分半钟来告诉你 所以你最后他会有一个他的观点 但是后来你都发现说他的观点好像没有偏任何一边 事实上他是踩每一边 就是他是占每一边的这样子的一种论述者 像这样子一种文化的翻译者 或者是说 当然有时候双方的差距太过明显 或者是甚至已经到达意识形态的程度 那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要用类似反讽或者反串的方法 那化作无法党的另外一位就是世王龙 非常擅长于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就是他对于这个沦陷重灾区的这个论述 就是把很成功的把 就是不管你在意识形态上哪一边的朋友 都能够听得进去 而且可以笑得出来 所以就是说听得进去 笑得出来 不需要放大财 我们就可以去有效的去论述一件 这个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 然后慢慢的让它能够缓和 所以我会觉得说 确实就是当我们共同制度开始的时候 我们发现是我们前面 不管有话好说多少次 这个不是在邦特丁节目打广告 就是像有话好说那样的方式 有话好说了多少次 我们如果在进入投票所的时候 我们是同时选人跟选议题的话 那你到最后对那个议题的看法 还是被那个人带着走 这是人性 这真的没有办法 那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把 就是所谓的大业制民主 跟所谓的直接民主 拆成既有这个年份 我们会选人一年 选事情一年 选人一年 再选事情一年 所以在选事情那一年 我就很期待说 可以透过各种各样 刚刚讲的 这个听得进去笑得出来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工作题目 包含接下来何思忠记的 这样子一个题目 能够去让社会各界听懂 而且最重要的是 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来 看自己本来的这个主张 就是所谓的transculture 跨网化的这样子一种能力 有三位朋友们问说 物联网以及通讯相关产业的人力资源缺口 目前在台湾是否已经饱和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学到了关于物联网 跟通讯的事情 会不会你会失业 应该是不会失业 我负责任地说 应该是不会失业的 因为万物联网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大家本来不觉得可以联网的东西 他也都可以联网 我在刚从那个韩国回来 我在那边也是带着大概十几二十 十个国家的社会创新的人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 就是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 那其中有一个人 他的想法是说 好像因为韩国那边对于松树 有这种文化上面的这种景仰 所以他要做一个叫做Internet of trees 就是说希望每一棵树 都有一个树位原神 就是说在网络上面 你可以模拟地看到那棵树 像开心农场这样子吧 但是你看到那棵树的所有的资料 都是由真实的这棵树出现的 那这棵树就可以跟你说话 虽然大家看过魔戒 其实树会说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就是说这棵树就可以告诉你说 他现在的环境如何 如果你在继续让气候变迁 怎么样恶化下去的话 他的同组会用怎么样的速度消失 到2040年就已经会剩下 什么千分之三或什么之类的 而在过程中他也可以告诉你说 你投资在我身上 你让我慢慢这样子涨 那他不只是在文化上面 当然对韩国非常有意义 但是除此之外 在对于温室的气体 气候变迁 对于当地的各个地方的 所谓的city infrastructure 你都可以透过非常多的综合效果 去让你的这个什么制空池 或者是让你的这个水资源管理 等等都会变得比较容易等等 那事实上就是水赌宝池 但是他就是透过一种 第一人称的方法 透过万物联网 让你跟那个树的树人吧 去建立这样子一种情感上面 一种连带的一种关系 所以我的point是说 每一次当你把什么东西连网的时候 他的那个数位原生 能够做的事情 就比你在实际的这个真实世界 能够跟他互动的地方 要来得多 而又因为在5G 至少在毫米坡的那个情况下 其实他能够传输的那个量 跟那个延迟 都可以跟 我们在hacker任务里面 就是Neil 他脖子后面不是有一个那个传输孔吗 那我们可以算说 一个人 他眼耳鼻舌声 从环境里面摄取的这个资讯量 大概也就是 10个Gigabit per second 最多可能50个Gigabit per second 要看你注意力 有没有放在就是外面或里面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你是可以传输得到的 那传输到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好像在场一样的 共同在场 在某一个森林 或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一起去看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实验 用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这是去年的总统 麦克松的前20强的题目 有很多都已经是透过这种 Internet of being的方式 去让在农地上面的工厂 对于水的影响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整理绝不下矿业法 那这个问题呢 他们就是透过这种 Internet of being的方式来解决 就是在那个换盖渠道里面 这次真的是物联网 因为他们用NBIOT 就是把他的这个三种 主要的indicator都直接上传 上传之后呢 我们知道了 如果他真的有污染的话 经济不可以断水断电 这个是我们这个 就是工厂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close 那所以呢 所有的觉得自己没有污染的 也都会去买这种 很便宜的水盒子 来证明说事实上是上游在污染 然后他的上游又会有东西 证明说是上游在污染 然后慢慢的 我们就在所有的这种 农地工厂的这样子一个河川里面 透过水盒子的方式 不管有没有登记的 这些农地工厂 他对水资源 所造成的实质的影响 慢慢就会出现一个 digital tweet 你就有一个河川 好像河神 整天都可以跟你说 健不健康啊 或者是他的这个 不是说要把谁拿去计神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他需要 怎么样子的一种 就是环境政策 他才能够变得更健康 事实上这个东西在纽西 他已经把它推到了一个 就是logical extreme 推到了一个极致 就是他们的那个Watanati 那条河是有法人格的 他可以加入董事会 然后呢 他可以去行使 这个他的环境被破坏 他可以求偿 然后之类之类 就是他会变成跟一家公司 有一样的法人格的 这样子一种地位 那当然他的最佳利益 就是由当地的那个部落的 原住民族推派一个人 跟他们的政府 共同推派一个人 这两个人来当这个 这个河神的这个代言人吧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们讲的都不是 就是贫荒乱想 而是透过像这样子 万物联忘的这种方式 去让大家知道 所以其实纽西安跟台湾 因为我们是亚太为二的 这种就是公民 比这个政府的创造空间还要大 这样子的国家 所以我们台纽的那个NSTAC里面 就是双边经贸里面 也有关于这种文化 跟原住民族的这个分享 所以不管是第一届的总统 麦克松刚那个修漏水的 实际上就跑去威灵顿 帮威灵顿自来水公司 也训练了他们的极其小防守 也帮纽西安解决漏水问题 本来他们没有这个问题 但因为气候变迁 开始有这个问题了 又或者是他们也有这个羊乳牛的 这个他们的虾游 一直都说 这个大厂甘菌污染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但是呢 羊乳牛的那些 这个其实有非常大的政治势力 都说没有 其实上游就有污染啊 等等 所以就是说台湾这套 环境治理的方法 纽西兰就觉得非常棒 所以上运处这边的大使 就是他们的处长 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还亲自参加 这个学合资的工作坊 那这只是非常多的例子 其中的一个而已 其他的包含这个海洋污染啊 或者是包含这个烟水的处理啊 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大概都可以在 我们的之前的总统梅黑客森去看到 所以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万物联网的过程里面 最需要的其实 不只是跟这些物沟通的这些技术 也是把这些物 不要说你融化社会好 让它变成一个 跟社会共同巡化的 这样子一种 storytelling 讲故事的这样子一个技术 所以这个也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叫做experience designer 就是设计体验的人 或者如果你是社工背景的话 就是职务流程在设计 去设计这个职务流程 某些部分适合AI来做 某些部分适合群众智慧来做 等等的这样子一种能力 它绝对没有饱和 而且事实上各行各业都非常的去需要 那我们还有这个十分钟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这个数位机会均等一下 如果有人连不上网路 或者是这个在这边收讯真的很不好 没有办法用slido的话 我们接下来十分钟先开放一下 有没有现场的问题 看有没有朋友要举手答案 那个唐宏正伟 我刚刚讲了一个小时 那我想我们还有差不多快十分钟 我想是不是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唐正伟 其实这边都是问题 那个唐正伟已经回答很多问题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要问 M 写为什么会读弹文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这个机会来等 我那时候在莫斯科服务的时候 刚好莫斯科、Skogoba有邀请来参加 那当初可能是因为有些正式性的因素嘛 所以就正伟是用那个 internet的方法 来做机器人 来做那个评认 那我想我们还是继续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正伟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来用比较科技跟智慧的方式 让我们在国际上 比如说我们参加任何活动 在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名称上 被影响的状况之下 我们还能够保持我们的尊严 先是在故宫南院嘛 我是带着大家去看那个日本的国报 在故宫南院展览 那因为是禁止摄影、录影、拍照 但是呢 他没有说禁止直播 所以我就用360直播 那直播的过程里面 那就透过这个YouTube直播 这个一起去跟就是故宫的院长 这个问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含说那个什么 这个看起来很像飞行器的那个土偶啊 大家都在《Do I AMO》里面看到过的啊 之类之类 大家都有非常多的想象 所以在新的这个版本就是大破三里面 那就不会有我在故宫南院在那个售票口走一走就撞到售票口的这个问题啊 那因为他的这个ambience knowledge是很好的 那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这个SensorFusion 绝对是有实际的应用 因为你如果没有SensorFusion的话 就会一天都玩撞到东西 然后那这个其实各地的这个住外馆处 现在都已经发现说 其实非常容易召唤我 不管我是在罗马大学 在苏利市大学 在甚至是哥伦比亚大学 它的Global Classroom 有50个不同的大学加入 或者是在教廷在梵蒂冈 当时当然是我实体有去 但是之后我们都有开机器人去 这些情况下 各地的住处都发现说 这个房很容易租 很容易租到 而且有时候他就说服大学买一台 然后那我还记得我去罗马大学演讲的时候 这个当然这个大家互动非常良好 那最后呢 这种slider嘛 然后这个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实体有举手 然后问的问题就是我们住处的一位秘书 他就说这个政委你可不可以多多推广这个 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一天多晚去机场接送机 故事告诉我们这也节省外交部非常多的这个力气 那然后呢 我们这个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像我们在那个 就是美国旁边的很多岛国嘛 那是我们的邦交国 那这些邦交国呢 其实对气候变前都非常的在意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面积都比台湾要少 那意思就是说台湾要延很久才会延没了 但是对他们很快就会延没了 所以他们就跟全世界有这样子的问题的岛国 组成了一个叫做Island Summit 就是岛国的一个高峰会 但是呢他们叫Virtual Island Summit 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都坐飞机去讨论气候变前 而每一个岛国都拍一堆人坐飞机的话 光是办这场会议就会让海平面上升 因为飞机是有这个CO2排碳的 所以那所有人都开机器 所有人都是就坐在电脑前面 然后呢但是还是跟一般的研讨会 非常地严谨 有主持人有引言人 然后有schedule 然后有这个提问啊等等等等 我们就发现说 每一个这个岛国的领袖啊 这个很多部长啊等等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良心非常的有价值 就是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办完这一整个研讨会 我们也没有造成什么排碳 我们对气候变前也没有什么什么问题等等 所以我觉得随着5G的普及 我们会在越来越多的地方 可以实现像这样子一种共同在场的东西 我们在联合国很多的场合都已经发现 其实他们唯一对我们所谓的打压 只是在入口的地方要查护照 这一件事情而已 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了 那所以呢我们都知道 机器人是不用护照的 所以我去每个地方 大概都没有什么护照的问题 然后呢在这个联合国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 就是说当PRC的朋友们 跟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的时候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离席的话 他们就必须离席 这个是他们这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则 那但是呢在日内晚来一次 因为不小心直播嘛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 当几次举手抗议 他们也发现没有办法之后 他也没有离席 那因为我们在讨论的事情 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169项西项目标 这里面每一个都是在2015年的时候 每一个会员国都有签字说 我们到2030年就是要实现这些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的题目是 对应到永续发展目标里面的具体指标的时候 在场的人是不可以离席的 离席就是跟全人类作对 他们在2015年有承诺说这些事情 他们要尽一切的力量去把它做到 而且不是只是所谓multi-lateral 多方每个政府的代表也是multi-stakeholder 好比像说每一个快要被气候边前淹掉 他住的地方的这个major group 他跟国家的代表是有一样的席位 所以不管我的这个机器人或全系投影 是被当作是民间 还是当作政府部门 我们的这个对等尊严的这个原则 都没有问题 而且事实上PRC在之后也放弃打压了 因为他们发现没有办法 最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 什么断它 不是中路 断它网路 对 那但是如果他们在这个会议的场所 去这个破坏wifi的话 他们会遭失这个更大的政治上的麻烦 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远去触接的方式 我觉得这确实越来越会是 有点像是 不但是能够解决我们的所谓的国家定位问题 而且事实上我们都可以说 我们对节能减碳有越来越多的贡献 也对子通讯有来越多的贡献 好 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 好 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 好 这位请你指导老师 我想请教一下 在你这个进入政府部门以后 你处理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OK 处理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还没有碰过困难的事情 因为我的工作 其实是中间的第17项目标 就是促进目标实践的伙伴关系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我的工作就是去降低公务同仁的风险 去透过自动化技术减少他们的负担 以及让他们不再是大家都看不到的 而是可以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民间发现说公民也是很为大家找想的 增进政府信任人民的程度 那这三个方向其实都没有人反对 事实上在台湾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所以SDG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做的事情是17.18 17.17 17.6 那因为联合国在2015年 问了全世界上百万人 大家最想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那第17项目标里面这些分享 都是大家所想要看到的 所以自然不会有人去阻挡 不会有人主张说我主张到2030年 地球就要毁灭 我们的文明都传不下去 不可能有人主张这种事情 那或许有人主张那他们不会跑去联合国 所以在联合国里面 没有人主张这件事情 所以在我们公务体系里面 也自然不会有任何部会来抵抗这样的事 因为我做的就是 确保大家就事论事有共同的资料 确保大家基于共同的资料 可以建立互相都同意的价值 并且把这个价值创新应用出去的时候 不是透过一种殖民式的方式 就像我们不是跟纽西兰说 台湾开发出这一套防漏水 或者是去做这个水环境检测的东西 你们一定要付一大笔钱 你们如果不买的话 要割让一个港口给我们 这种事情我们是不做的 我们就是派人去那边 跟他们做一个共同的创造 所以当时在接近四年前 就是我入阁的时候 其实大家问我说 数位政委是干嘛的 当时行政人事处 我就说就这三个永续发展目标 因为当时很行 我觉得2015年刚通过 2016年就来用 行政院院本部的同仁就说 证伟没有人听过这些东西 事实上直到现在五个人 里面也只有一个人 听过永续发展目标的这七项 所以当时他们就希望 我用百话文来解释 这三个目标是做什么 所以最后可能作为节语吧 我就念一下我的job description 来给大家 这是用英文写的 这三个人 是合作的學習 當我們看到使用的經驗 我們讓我們做到人的經驗 當我們聽到 當我們聽到一種類型的經驗 我們要記住 一種類型的經驗 謝謝大家 謝謝唐公的證明 給我們一個精彩的演講 我們可能以後再找機會再請唐聖文 再來證明說我們再額外一點 再來呢